想不想知道 100箱1573 100箱五粮液 再加上100箱茅台 300箱酒 它一共能挣多少钱 我卖下厨器能赚多少钱 想不想知道 今天根哥把这个白鸡行业兼毙 来 对 把这个折一下 对 这个编码不能跑出来 不要强调 长假都麻烦了 1573 100箱 五粮液 100箱 茅台这个很严格 我们就不给大家看了 茅台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下下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成本 这个成本 1573 我们裸价打款价下来是915 到我们仓库 这个成本价 五粮液是950 这个成本 这是行业通价 茅台是3030 3030整箱的 都不说都是整箱价格 那现在我们算人质多少钱呢 那我们去算个账 五 一平14块的利润 一平14块的利润 乘以6 乘以100 茅利 8400 114 72 918 好 这是所有的茅利 一百箱 一百箱要不齐三 一百箱五能业 一百箱茅台 总共茅利91800 那我们算本钱要多少钱 290万 3000 成本 总共成本是290万的成本 300箱酒 300件 我们按一件 50块钱的快递费 一万五 一万五 这减了一万五 对 还有七万六千块 290万块钱 如果是300件就买完 有七万多的利润 但是这300件货 按照一般烟酒店的销售额 一年的销售额 一年的销售额 一年 必须的保证 关注文货 喝好酒